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问沈旅长 我只要我请问你一句话 七月一号 你 吕布莲的辅导长跟士官长 去看洪仲秋的时候 你跟何江忠两个有没有召见他 召见他讲了什么 说他还好吗 有没有这回事 沈旅长 你现在这个时候 你应该要做一个答复 你们共同去接见 选了去看洪仲秋的人 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人见了那个辅导长跟范左宪 对 也就是说他们先去见了洪仲秋 看完洪仲秋离开紧闭室那十二十分钟 他们跑去见了旅长跟副旅长了 对 然后他们都问他在紧闭室状况怎么样 请问有没有这回事 我会公布答案的 沈威智 你不要以为你逃得掉 你还是逃不掉 你毕竟讲你的政战主任跟参谋主任都主张关洪仲秋 为了什么原因 是不是党人踩路 好 第一个是这样 第二个 按照道理 因为应该警卫排的排长去把他压 压到禁闭室去 你为什么派参谋主任 参谋主任居然在车上直接了当的 他告诉了洪仲秋说 张志伟先生 他告诉洪仲秋说 我们都主张关你 为什么一个旅部的这四个重要的人 等一下 等一下 有话 问你个问题 参谋主任在最后的时候说 所有的高官都说要关洪仲秋 对 还有一个 所有洪仲秋报的单据 要送给参谋主任 政战主任签合以后 由他定案 再由他承报旅长 所以你们四个高情官是不是非要逼死洪仲秋 今天我只讲到这里 因为还有很多事实 我需要查证 至于讲到录影带 更劲爆 好 各位去看看 这个是禁闭式的内外围 我就不做介绍 但是 我想请问 录影带是谁在监看的 我们都忽略了 一定是有人监看录影带 你不可能放16个录影带 什么 战情官或者战情事在那边看 错 我想请问 有一个姓郭的中尉 名字我暂时保留 有没有说过一句话 他说 你们这样子处理 会出事情 姓郭 另外 负责处理一些录影带事物的 会把录影带转头的那个 一个姓罗 一个姓萧 我就讲到这里 就是说 如果君高姐 你不按照这条路走 我张某人已经跟你讲过了 我管定了 今天我不用严厉的语气告诉你 我只不过是把过程叙述 我请君高姐 你给我听清楚 我只是叙述过程 我不想在这个时候下任何的结论 我们今天追真相 我可以告诉君高姐 我每一件事情我都经过查证 我知道的虽然很多 但是我查证的管道过于狭窄 所以很多事我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澄清 不像你们是有公权力在手 你们有公权力在手 不但不作为 而且还指责我说 名嘴指导办案 我坦白跟你讲 那我没有公权力 我也不想指导办案 当你不想办的时候 我就办给你看 我就看看看 今天我已经把所有的名字都点到了 我就看你怎么处理